Hi everyone,我是Karada,學Happiness University熊仁謙 我今天想要與你提到的主題是 遇到不公平的對待時,我該怎麼辦? 這其實是來自一個我們的讀者提問 這位讀者提到說他自己是一個非常重視時間的人 所以呢,常常出現的狀況是他跟他的朋友約要見面的時候 他都準時到達 可是呢,他的朋友往往都爽約,甚至於遲到 在這個時候,我們內心都會浮現一個想法就是 這個人怎麼這麼難相處啊 但隨著時間的進展呢,他開始出現的感覺是 到底是我的問題,還是他的問題 你可以想像一方面來說,我們會覺得 是不是我太在意時間的人 是不是我太在意某一些別人沒那麼在意的事情 我不要這麼在意就好 但另外一方面,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會不會其實是這個人他在針對我 會不會是他不夠尊重我 會不會是他的問題 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被教育了很多價值觀 然後在面對到現實的時候 我們常常就在這兩個選擇 到底是我還是他 討論這個主題之前,我想要先跟你聊聊一個 我自己遇過的一個狀況 相對於準時這件事 我個人更重視的事情是 工作上面的溝通 換句話說,我非常在意已讀不悔這件事 如果我今天發了一個訊息給我同事 然後他已讀之後沒有回應 我當下就會覺得 所以你到底是有收到還是沒有收到 你到底是不支持我的想法還是怎麼樣 然後可能情緒就會起來 然後可能這件事就會困擾我很久 不知道要不要說 一方面我也會覺得 會不會是我想太多了 但另外一方面我也會覺得 你收到訊息 你要遵從我的 這個意志的話 你就跟我說一句 收到不是很簡單嗎 所以有一個同事我每次跟他相處都是這樣 我發訊息給他 然後他就是已讀 但他後來都會達成我想要他做的事 直到有一次我試試看 我發訊息之後 他已讀然後我就再也不問他這件事情 我想要試試看他會不會因此而有所改變 他會不會因此 而開始覺得我怪怪的 我原本可能都要問他說所以你有收到嗎 所以你確定我的意思嗎 但這次我不這麼做 我試試看就放掉 讓他去做 結果意外的發現 我原本害怕的是他可能因此而 沒有了解我的意思 或者他可能因此而 把這件事做得更不好 或他可能因此而 感到說我是不是不高興了 他想來主動問我的意見 意外的答案是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然後他還是繼續把這件事情做得很好 他還是繼續完成我給他的order 從此之後 我就再也不在意我發訊息給他 他有沒有已讀 反正我發給他 對我來說我就已經交代給你了 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從這個例子 從這個例子裡面我想要講的一個很重要概念事情是 我們往往把自己想的過度重要 我們往往都會覺得 我發給你 你不回覆我 你是針對我 我做了什麼事情 你沒有給我相對應的答案 你其實是在針對我 比如說我發訊息給你 你已讀之後沒有告訴我你要照做 你沒有告訴我收到 你是針對我 你不尊重我 我今天準時到了之後呢 結果你卻遲到 或者說你要遲到你不跟我講 你是不尊重我 你是針對我 我們往往都是因為 覺得 被針對 然後就會有各式各樣的想法 覺得叫被 不平等對待 當一個人開始使用被動詞的時候 其實你就已經讓自己落在一個所謂的受害者角色 因為當你是被動就會有主動 代表別人主動對你做了什麼 可是實際上 當你來到例子上來看 你會發現 對方其實並不是針對你 而是他是一個本來就是這樣的 比如說這個人可能本來時間關係就很差 我那個朋友他可能本來就是一個 不會主動回覆人家訊息 他覺得有已讀就OK的人 很多時候我們都過度的想像他人對我們的惡意 所以我曾經聽過一句話 某一個有名的創業家告訴大家說 一個成功的人很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先抱有一個態度就是 先 期待他人對你是沒有惡意的 沒有錯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我們往往都覺得別人針對我們 我們往往都覺得別人對我們有過度的 不尊重 當然其實有時候不尊重相反的 我們反而 我們相反是我們覺得別人 對我們很期待 我們覺得說我們做什麼的時候 我只要改變什麼他可能就會如何 我之前接受過一個訪問然後有一個記者就問我說 你做快樂大學 那會不會有一天你覺得你不做快樂大學之後呢 對這個社會能夠產生的影響 會減少你會不會覺得很可惜 然後我跟他說才不會 如果有一天我不做快樂大學 這個社會也不會 因此而變得更糟 我們往往都會過度 想像自己的重要性 而最可惜的是 我們在過度想像自己重要性的時候 我們不是從自己角度來著想 而是從他人角度來著想 要嘛我們覺得他們 太不尊重我們 要嘛我們覺得他們 太期待我們 而因此給自己加上了各式各樣 無謂的壓力 甚至於指責 但這都是沒有必要的 因為在別人眼中 你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只有你自己 必須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喜歡這支影片嗎 那一定要訂閱我們的 IG Youtube 以及我們Facebook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